OK,接下来我们看2024年龙中华的第二次统策初一的物理 Paper 2的部分做答题 第一题,问题是什么呢 何为摩擦力 我直接把那个答案 copy过来吧 我看一下可以不可以 copy 好像可以 OK,这个是他的答案 OK,这边 我们来读一下 所以这个应该是课本上超出来的 所以看一下你们能够写到多标准去 OK,这一题 摩擦力的意思是 当一个物体 在另外一个物体的表面上运动的时候 这两个物体的接触面 就会产生一种阻碍物体运动的力 这边所讲的运动是在两个表面的一个运动趋势 其实我印象中是有用运动趋势会更加标准 因为进摩擦它的确是没有运动的 但是它有一个运动趋势 所以就比如说我有推动这个东西往前 它有往前的一个趋势 但是因为摩擦力往后 然后抵消掉这个力可能不够大 它就移动不了 但是因为有这个运动趋势它就会产生摩擦力 所以阻碍这个物体运动趋势的力 就叫做摩擦力 我觉得标准在这边应该是要加了一个趋势 但是我当然这一题很多同学打不了 所以尤其是这种定义的很难背 老实说我是觉得很难背 然后初一的同学可能就很多不会做 第二题但是只有一分 所以看老师也不会太严厉 看看不同班的标准 可能他就要求一个不同 后面班你可能讲说 阻碍物体运动的力 他就给了 OK 第二题 OK 表义所示 是小明同学探究重力与质量的关系 得到一个数据 实验的数据 他需要的仪器是什么 你要测质量嘛 对不对 质量就要有天平 在我们实验室最常用的是三感天平 当然你讲说如果要用杠杆天平应该也可以 杠杆天平等等的 然后呢他要重力 那重力我们是用弹簧秤的 重力用弹簧秤 所以就是这两个了 分析图表义中的数据 写出重力跟质量的关系 质量越大 重力越大 对不对 就是 就是这样了 所以 他的答案是这样 物体的重力与物体的质量 质量 重力 重力 写出恶力平衡的定义 对 这一题又不简单 因为他很多东西要写 第一点你要想 它是作用在 同一个物体上 的两个力 第一你要懂 你要写到它是作用在同一个物体 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方向相反 然后呢 作用在同一平面上 OK 则 这个物体将保持平衡状态 这个就是恶力平衡了 定义了 OK 他的两分怎样 他的两分怎样打 他这个同一个物体半分 大小相等半分 方向相反半分 同一个平面 为什么我忘了写平面 同一个直 同一条直线 同一条 直线上 OK 差一点写错 OK 这个时候会保持平衡的状态 这样子 第四题 第四题 弹簧受到拉力的时候 长度会伸长 撤走拉力的时候 他会自动的收缩回 这种性质叫做弹性 无课定律提行的解题过程 同学们解题的第一步 需要具备的 就是能够从题目中 正确的获取信息能力 所以原本的长度 我们叫L0 弹簧的长度 弹簧的长度 我用笔写吧 弹簧的长度 例子E 例子E里面 弹簧的长度就是L0 它的伸长量就是X1 然后施加重量就是F1 对不对 然后呢 另外一个情形就是L2 F 伸长量是X2 还有这个是F2 OK 然后呢 我们要找出X1的公式 X1 它还给很好 给了理解是 L1-L0 这样X2呢 就是 呃 旧板局门 对不对 照上面的一个写法 它就是L2-L0 也是L0 还是减回它原本的那个长度 所以胡克定律的公式呢 我们就会得到 F1-X1 E等于F2 属于X2 对吧 这个是我们课本的 呃 给的那个公式 呃 就会不容易翻倒了 提高稳度有两种方法 第一个呢 是增大支持面 第二呢 是降低重心 啊 降低重心 卡车装后物的时候 我们要把轻的物体放在上层 重的物体放在下层 才可以使它不容易翻倒 OK 那这个图 不倒翁呢 它向右摇摆的时候 这个O如果是重心 你的 不用这个 你的重量呢 一定是数值往下的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重心 呃 这个重力作用线 然后那个支持点 其实在这边 看到吗 所以支持点是往上 啊 所以它要写的是什么 我看一下 它要写的话 要你画出重力作用线 也就是这条 我们写一下 重力 作用 线 OK 然后呢 支持力的作用线 支持 力 作用 线 OK 就这样子 其实会错开 啊 是会错开一点的 OK 好 就这样子 支持面呢 不一定是物体的支持物的接触面 它也可以是物体 与支持物 支持物若干的接触面 或接触点 围成的面积 它这里甚至给了你例子 它的接触点在这三个点 然后呢 连起来 这个就是它支持面 然后课本呢 其实是有提到这一个情况的 对吧 那我们的做法是这样子 这里连起来 这里连起来 OK 然后呢 再把中间部分全部要 shade起来 所以它要的面 就是这个面 我这个线很难 一直要换颜色 OK 我这样子画 我太太好这样讲 很多同学没有 没有画到什么 这个物体的接触面 所以其实它要包括物体的接触面 还有中间 很多斜线只是画中间 其实不是还要包括这个鞋底也要算 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一分 一分 其实也不多 第一八题 as shown in figure 5 a brick is lying flat on the horizontal surface if half of the brick is removed from the dotted line how does the force and pressure exert by the remaining half brick on the ground compared to original brick original brick来讲呢 它的重量 你假设这里有两片一模一样的大小 OK 那它的重量 你看了一半 是不是重量减半 好 我们写一下 所以它的f 我们要看的是什么 我们要看的是pressure pressure是f3a 对不对 那f呢 因为它砍了一半 重量减半 所以f就变成f3a alright 然后因为它是打直切 接触面也跟着减半 对不对 接触面也跟着减半 这种情形 你会发现到什么呢 这个分子的2跟分母的2 其实可以越掉 最后也回到去f3a 所以在这里 其实是remain unchanged remain unchanged 这边它要什么 how does the force 所以两个你都要解释 if the force is half the pressure 它要问这两个 pressure remain remain the same 原因是因为 它的force is half 它的area of contact is also half 所以呢 fresure为什么会 remain unchanged 所以这题大概是 这个 这样子来解释 第九题 the figure 6 shows Ali pushing a wheelbarrow in the garden the wheelbarrow leave different tire track on the ground when it's empty and when it's with flower pod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tire的track 原本没有装东西 这个tire track 是很浅的 然后这个装了 这个花盆之后 tire track 很深 对吧 所以意思是说 relationship between pressure and death the higher 因为你装的越多东西 它pressure就会越大 higher the pressure the deeper the tire track on the ground 这个语句 每次听到 感觉上就很奇怪 那个 itself 是最后的 ok 就是这个越高 另外一个会越高 这样的意思 ok when wheelbarrow full of fowerpods is stationary on the ground it exert a pressure of 40,000 pa pascar on the ground given that the contact area between the wheelbarrow and the ground the ground is approximate 0.01 m2 calculate the total weight of the wheelbarrow and the fall of the flower pot ok so这边 我们能够算到的是 f1 看一下我要用这个 ok 它的做法是这样 它给你pressure 它给你area 所以其实它要用的公式 是f等于pa so我们的f 我们的p是 4万 pa 我们的a是 0.01 也就是它会 以两位 以两位 得到400 newton 400newton呢 就是说 我们的 total weight of flower pot is 250 calculate the mass of wheelbarrow 所以wheelbarrow呢 我们先算那个重量 weigh 我们先算 weigh of wheelbarrow 它是400 减去250 对吗 就会得到150newton 这样那个w 这个mess 它给了公式 wheremess equals to w over g which is 150 除以这个10 就会等于15kg so 应该是这样的 400newton 15kg 第10题 fill in the blanks with using the word given cargo ship are marked with flimstone lines 这个flimstone lines是什么 我先写一下 这个很难 flimstone lines OK for safety purpose 那些船 它其实放了这个线呢 只是要告诉你说 它 它那个水位到哪一个位置 是安全的 你不要超过 你超过 就是代表你超在了 OK 而且它有分 在哪一个水域 它的标准线就不同 这样子的意思 Due to difference in temperature and concentration of salts in the sea water the 什么 density 应该是density of the sea water is different in different part of world it is it will help to determine the safe level for a ship to ship to stay afloat so这个应该是density ok 啊 这样子吧 so 两题 呃 四个选项 四个选项 然后选两个出来填吧 啊 不是很难 啊 还行 ok so这个是我们的物理考题